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日落木星 匍匐天命 坦然消失在风里 浩劫如天明读几场游戏 生死无需在意 人还找不到你的身体 与相似永世相传 解不开乱世恩怨 救不出儿女情断 星辰停留在云的那端 迷失于战乱之晚 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 来世用生命来还 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 来世用生命来还 听说中国武学门派众多 这次来这里也是为了想挑战一下 中国所谓的无数高手 来 给我看看 来 给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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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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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走 去吧 我 想一步 却难了 是因为太轻散 运中注定的是享受却像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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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藤原斋居然拉拢这么多人 这云海市也要成他们日本人的天下 藤原斋这边我来查 你那边查得怎么样 我还正在查 等找到藤原斋的痛处 将尹刘舍和他的真实面目公之一众 那大家都会夸你搬眼工啊 行 那这功劳可是我的 不准跟我讲 行 当务之急呢 是赶紧把那份名单找出来 还要上 参加利 赛商出赌人 是 你 本情爱情 好 好 我知道 你是日本影流社的人 我要加入你们影流社 影流社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二十年前 云海市被日本影流社所控制 后来上官清 乔政坤 叶秋实 联手消灭了这个社团 唯一逃掉的人 只有一个 就是你 藤原斋先生 你竟敢暗中调查我 就不怕我杀了你 我手里如果没有拿得出的料 怎么有资格加入你们影流社呢 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 刺杀乔振天的那个刺客 就是你 刺杀乔振天的那个刺客 赵牌我还有很多分 交给了同事 如果 如果我没有 没有按时回去 他们 就会把他发出去 八甲 你敢威胁我 刺杀乔振天的那个刺客 住手 放了他 大甲 放开他 刺杀乔振天的那个刺客 放开他 达山传月 你怎么在这里 老朋友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们影流社的人了 恭喜你 他 小兵 小兵 大甲 大甲 砲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业先生 有何吩咐啊 我们社长啊 有个漂亮的姑娘去到房间等着 好啊 先生 您好 我是来服侍您的 你干吗 美儿 吓死我了 这个影流社到底是个什么社团啊 影流社是二十年前就活跃在云海市的第一大外国社团 他们干了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 其目的就是想韬工经济瓦解政府 他们像狼群一样 不把羊全部吃掉 绝不会善罢甘休 竟然这么严重 如果我推测得没错 上次在隔离区放火 还朝你开枪的人 就是藤原寨 我这就去弄死他 站住 当初他们让你卖特效药 就是想拉你下水 最终的目的 是想干掉咱们乔家人 藤原寨是要除掉的 但是要找机会 这就我们当年那样 既要让一切水到渠成 又要猝不及防 是 好了 走 是 怪我当年一时输我 才放走了藤原寨 爹 这也不能怪您 今天 咱们俩多喝两杯 之前咱们一直合作得很愉快 但是因为特效药 而产生了一些误会 真是上了彼此的感情 这可真是轻者痛 愁者快 这杯酒 我精巧去炸 我手严和 重跪于好 好 一点误会 在隔离区要杀我的人 就是你了 是吗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乔局长 我今天 可是诚心为了我们 共同的利益而来 如果乔局长能帮我 除掉叶秋师和沐星辰 那么整个云海市的商界 就会是我们的天下 到时候我们要什么有什么 我这个人就是习惯钱 你打算怎么做 我的属下 研制出了一种 和毒狐风毒性相近的传染病 只要投放出去 再药物治疗 你和我 就等着收钱吧 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会叫上我 你一个人做起不是更好 谁不知道 你们乔家在云海市的势力最大 在下 还要仰仗你们的帮助 你们影流社不是很厉害吗 哪里还需要我帮的上忙呢 你也知道影流社 张怀远 吴敬泽 不过 史思文 杜长荣 这些人 你都认识吧 这些人都是影流社的人 不过 他们现在已经在牢里了 好 你也要小心 说不定下一个 就是你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吗 承知 你说的这些人 我都不知道 这些人已经把你供出来了 只要你老实交代影流社的事情 我还可以饶你一命 承知 不 我没有刺客 谁 暴露影流社的人 都得死 不 童元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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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来的刺客 肯定有刺客 否则童元寨先生 怎么会突然死呢 可以啊 乔振天 连日本人的尸体 你都搞到了 厉害啊 什么味啊 香是苦杏仁的味道 苦杏仁 我知道有种情话物 就是这种苦杏仁味 听说只要沾上一点 就能致命 俄国好多贵族 都在用这种毒药 搞暗杀破坏 你看看 他全身只有这一处伤口 可以推测 他就是被那个情话物的 毒针刺中后 毒发生亡 能有机会下毒的人 只有宋子清 竟然敢在我面前杀人 我去找他 先别急 他只是个被指使的人 我们要放长线 钓大鱼 这样才能把幕后之士 给抓住 那他再去害人怎么办 再说你怎么就知道 他背后还有人啊 你放心 腾元斋已经死了 日本人士气大惊 就算宋子清以前是帮日本人做事了 但他一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 所以我可以推断 他背后一定还有一个大人物 行 我可以不去抓宋子清 但你要答应我件事情 你先说 你先答应 行 只要我做得到 我就答应你 行 在解决这帮日本人之前 你绝对不能做 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要跟你在情场上 公平竞争 瞧真天啊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这次真的是服务你 五星辰 干吗呀 你这么找我找 你找多久啊 跑哪儿去了你 我追凶手去了 但是让他跑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冒险 万一你出事了怎么办 我能有什么事啊 这不是好好的吗 是你老家出事了 让你赶紧回去 美娇也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就跟生病了似的 你快救救他 你赶紧回去好久了 你赶紧回去好久了 好你个沐星辰 你竟然一次一次对我不管不问 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小精灵 对不起 美娇 是我不好 到底发生什么事 算了吧 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告诉你 神木族出事了 那里也出现了毒蜂群 百目枯萎 神树也不见光辉 你快回去看看吧 这么严重 我 云长 之前我就知道 神树枯萎一天比一天厉害 但是一直当耳旁风 我现在得回去一趟 我陪你一起去 太危险了 那就更得跟你一起去了 走 那 楚大夫 老爷今天收到一封信 看完信之后 他就带着人出了城 我总觉得 特别地奇怪 我爹也出去了 刚才文轩打电话过来 问医父在不在医馆 这个时候 医父不应该在市政厅上班吗 这可是他老人家 雷打不动的规矩 他去哪儿了 夜会长和市长 突然都不见了 能去哪儿呢 我怀疑他们在计划什么大阴谋 咱们得过去看看 什么大阴谋啊 但如比我们现在出发 肯定也赶不上他们了 我知道有条进路 能尽量地赶上他们 在任出发之前 我们得准备好足够的药 和屈风药 好 那我去准备吧 阿瑶 我们俩去就行了 医馆没人照顾不行 你召开一下吧 好 走吧 霓裳 保险起见 咱们还是走后门吧 嗯 站住 文轩你怎么来了 沐星辰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意思 你上次去我家 在拜访我父亲的时候 你们做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你不是还叫我父亲叔叔吗 我已经查出我父亲 隐瞒了很多事 我发现 他应该有其他的身份 沐星辰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文轩啊 今天我有急事 等下次有机会再解释给你听 走吧 云长 等等 沐星辰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否则 我就不客气了 文轩 你冷静一点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你父亲是什么身份的话 你自己去问他好了 他怎么可能告诉我 沐星辰 但是 我今天就要知道答案 星辰 咱们赶紧走吧 快来不及了 等一下 他有什么族的噱头 所以有权知道这件事 是 而且他也许能帮助我们 组成沐岳 带着他 不过文轩 你得答应我 到了山里 让我把你的眼睛蒙上 一场 你们俩说的那个神木族 有这么神奇吗 去了你就知道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小心 小心 你俩说的 你俩说的 那天是 你俩说的 那天是 解开吧 星辰 这就是你说的神木族啊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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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主 你回来了 他们中了风毒是吗 是啊 我这儿有解毒药 给你分一下 谢谢社主主 来 拿着 装起来 来 陛琴 父亲 孩儿不孝 来世一步 让族人受尽苦难 孩儿甘愿受罚 我听闻 你带回来的解毒药 救了不少族人 也算是功过相敌 父亲 云温海市市长上官卿 带领一大批人马 准备来神木族抢夺圣皇 我们应该想好对策 做好防备 上官卿 是何人 就是我叔叔慕南岳 他就是慕南岳之子 上官完圈 族长 此人既是慕南岳之子 按照族规理应处死 父亲 是 罪不及此 我若杀了他 我的弟弟莫南岳 恐怕会更加误会我了 好吧 我就赦免他的罪孽 等这件事了结后 他们二人都得立刻离开 岳坤 你带兵去守护神术 告诉空蝉准备应战 是 快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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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星辰 你在干嘛呢 星辰 星辰你怎么了 星辰 星辰 你是神木组里 最幸福的女人 约 约 咱们还没成亲吗 这样不合适 我不管 现在咱们俩已经有了肌肤之欠 以后你要对我负责 不能责付我 行尘 石虎 谁跟你这么大的胆子 你说 是不是沐行尘让你这么干的 不 跟行尘没关系 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就告诉父亲 我要杀了你 月盈 我死在你手里 我心甘情愿 行尘是为了拯救神术才离开的 请你保守这个秘密 你还不知道吗 沐行尘已经回来了 他还带了个姑娘 原来他根本就不想娶我 是你 是你和他 你们一起合起婚来羞辱我 你们骗我 骗我你们 不是这样的 月盈 你听我说 月盈 你冷静一点 你听我说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不要紧 放开我 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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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 上官 你给我的信上 可没说这事 乔政坤也知道 只靠你们叶家铁家军 敢跟我来吗 这倒是 前面就是迷雾森林了吧 这可是四孤以来的禁地 到处都是危险 进去的人没人能活着出来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神物险中求 有我带路 你放心吧 我不能为了传说中的圣果 让我的手下冒这么大的险 走 既然来了 你走是走不了啊 你威胁我 为了治好我的兵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干得出来 叶会长委屈你了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如果我要为你才是铺路 你是否愿意与我散步 你是否愿意与我散步 如果我要为你遮风荡雨 想要 想要 你是否愿意倒酒挣扎 如果我要为你闯荡天涯 你是否愿意等候 我的归期 我这一生太长 不知何时何地 才能够 与你相遇 你是否愿意与我散步 你是花眼月貌 还是温温动人为此我 我默默幻想 我这一生太短 不知是否有缘 才能够 才能够 和你相遇 你会奋不顾身 还是太过畏途 为此我 长长四周 长短一生 了 人生太短大了 人生太短大了 感谢观看